接下来看的这个画面是台铁新买的两组普悠玛自强号 今天抵达了台中港 上岸后运往了彰化市车 顺利的话还能够加入明年的春节运输 第一届车头掉挂上来时绳索没细好 车厢是差点撞上船壁 还好没有受损 这次新买的普悠玛号 因应明年是猴年 车头就漆上了猴年标志 与过去买的列子车做出区别 台铁表示去年日币贬值增购了两组普悠玛 两组泰铁格号 而泰铁格自强号要到明年的1月才会交车 春节之后才能够投入营运